想用Canva去做出好看又专业的设计 这支影片会一次性的告诉你最实用的20个Canva使用技巧 每个技巧都能够让你去立马使用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是Greyson 这频道就要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音 流量变线以及网络专业内容 为总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首先第一个技巧呢就是快速复制 那比如说在这边呢我有一个元素 如果说我想复制的话呢 我不必说我要去右击 然后呢选择复制 这样呢是太麻烦的 我可以直接按住快捷键 如果说你是苹果电脑可以按住option 如果说是Windows电脑可以按住alt 然后呢你就可以复制了 你就可以看到呢 我就快速的去复制出一个元素了 你想要复制多少个呢 都是能够去按住快捷键 去快速的复制的 下一个操作之巧呢就是复制样式 那如果说在你用Canva设计里面 你想要去运用这个文字样式到这个文字上面 你可以快速的去复制这个样式 你可以首先选择它 然后在右上角选择复制样式 然后呢再选择你想要运用的这个文字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呢非常快的 这个文字呢就拥有这个文字的样式了 另外元素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呢我现在都是绿色的打勾按钮 如果说我想去更改它的颜色 比如说把它变成这个颜色 如果说想去改变其他的元素的话呢 我就可以选择复制样式 然后选择它就把这个呢去变成了相同的样式了 如果说你要去一次性的全部去改变成同一个样式也是可以的 我可以先选择 然后呢点击复制样式 然后呢再选选 你就可以看到呢所有的都变成相同的样式了 下一个操作技巧就是 让形状按比例的扩大 这边呢我交了个正方形 如果说我想去把它变大的话 很多人操作就是把它拉大 这样你就发现呢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正方形了 只要说呢你想要去扩大的话呢 你需要首先按住shift然后按住其中个角 这样它就能够去按比例的扩大了 如果说想要去缩小也是一样的 它就能够去按比例的缩小而不会进行形变 那下一个操作技巧呢就是阴影加强 那现在呢我准备了一个文字 我可以首先给它加入阴影 选择这个效果 然后呢给它加入一个模糊阴影 这边呢我可以把强度拉到最大 那你可以看到呢现在我是能够看到一些阴影的 那如果说我想要去让这个阴影更加强一些怎么办呢 这边有个小技巧就是你可以复制它 你可以选择这个文字 然后呢按住alt 现在呢我就复制一个文字了 然后把它重叠 你就可以看到阴影就明显加强了 如果说你觉得还是不够的话 再把它复制一下 按住alt 继续叠加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阴影呢是越来越强的 你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让你整体的阴影越来越强 那接下一个技巧呢就是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呢准备了一张图片 如果说我只想要去保留我这辆车它的颜色属性 但是呢它的背景我都想去把它变成一个黑白色 那现在呢camera是能够做到的 我可以选择编辑 这边选调节 然后在这边呢我可以选择区域 你可以选择前景或者背景 那这边呢我要选择背景 现在就可以看到我的背景就选出来了 在底下呢我就能去调节它的饱和度 现在就可以看到呢我的背景就完全变成黑白的了 但是我这辆车呢还是保持它原有的颜色了 这样你就能够去打造出一个非常有视觉张力的一张照片了 那下一个使用技巧呢就是 你能够去运用照片上面的颜色 到你整体的作品设计里面 那比如说呢我有这张照片 它上面的颜色呢是非常丰富的 那就可以考虑运用这上面的颜色 到我整体这个海报里面 我可以选择设计 然后呢找到样式 往下滑就能够找到影像的调色盘 我可以使用这张照片里面的颜色 这张照片上面的颜色呢 就运用到我整体设计里面了 你还可以选这个随机配色 就能够让Canva快速的去帮助你整体的海报里面去进配色了 所以呢这样就能够让你去找到非常好的颜色组合 那下一个呢就是Canva里面的整理功能 那比如说我在这张画布上面有四张图片 那它的摆放呢是非常凌乱的 如果说我想要去快速的整理的话呢 我可以先全选 然后呢选择位置 这边呢有平均分配间距 然后呢你可以找到整理 你就可以看到呢它就被整理出来了 然后呢你可以再挪动它 你就能够去把它放到一个居中的位置 那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个间距那么大的话呢 你可以首先调整一下其中两张图片 它们之间的间距 然后再全选 这边呢再选择整理 你就会看到它们之间的间距就缩小了 然后可以全选一下 把它们放到居中的位置 这样呢就能够快速的去帮助你整理Canva上面的元素 下一个使用技巧呢就是能够去裁剪照片 那比如说像我有张照片 我想要进行裁剪 我可以选择这个裁剪功能 那它有几种形式能够让你去进行裁剪 一种呢就是自由形式 然后呢你就可以选择其中一个角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角 你就会看到呢 我就能够去把这个画面变大 但是Canva截取的只有这个位置 那我可以对角去切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我就能够去切出这样的画面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画面呢 你就可以选完成了 那这样呢我就做出了一个照片裁剪了 还有其他的宽高笔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原始 还有呢就变成1比1 以及16比9 9比16 5比4 还有很多的宽高笔 你都是能够选择的 另外呢你还能够旋转 去做出旋转角度的裁切都是可以的 下一个使用技巧呢就是给图片加入外框 那如果说我想给这张图片去加入一个外框的话 我可以选择这个框线样式 然后选择线的形式 比如说实线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我就给它去加入一个框线了 我也可以呢去给它加粗 你可以看到我可以加非常粗 就有一个相框的效果 但是你会注意到呢 当我去给这框线加粗的时候 它会占据我本身照片里面的内容 所以呢大家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 选择边基 这边找到阴影 然后呢选择大钢 你可以看到我也加入了一层外框了 这边呢我可以调整外框尺寸 你可以看到它是不会占有我本身照片内容的 这种操作方式呢是更加好的 下个使用技巧呢 就是你可以在Canva里面去打造出 文字出现在人物之后的效果 那这边呢我准备了一个人物 我可以首先添加个文字 选择文字选项 然后呢选新增文字方块 这边呢输入我的文本 我可以把它变大 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比如说放上这边 然后呢我需要去复制这张图片 我可以按住alt 现在呢我就复制这张图片了 把两张图片进重合 然后一张图片呢我需要去除它的背景 选这个背景处工具 那这个功能呢是需要你先到CanvaPo 才能够使用的 你是能够去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获得CanvaPo的30天免费使用 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了 那现在呢我是把这图片的背景去除掉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没有背景的 然后呢我把这上面的图片呢 它的位置往上移 我选这个位置 选涂层 然后把这去除背景的图片呢 往上移 移动到这个文字上面 那你就能够看到呢 我这人物就出现在这个文字之前了 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现在呢我只有一张图片 我并不需要去复制 我需要呢选择编辑 然后找到这个魔法抓取 我可以快速的去抓出这个人物 然后呢选择抓取 那你就可以看到呢 我的人物在抓取出来之后呢 就是放到这个文字上面了 所以呢这也是一种方法 接下来一个技巧就是呢 去给文字加粗 那如果说你选择了一个字体 它呢是没有办法去让你去加粗的 我们还是有其他的方式 让这个字体呢变粗一些 我可以选效果 然后呢选择外框 这边呢把这个外框去变成黑色 和这个文字一样的颜色 你就可以看到呢 非常快的 这个文字就被加粗了 你也是能够去调节粗细的 这样呢你就能够去手动的 去给文字加粗了 接下来呢又给大家展示出一些 在CAMMA里面常用的快捷键 能够去快速解决你的时间提升的效率 比如说你按住C 它呢就能够去让你去找到圆形的图形 如果说你按住R 它就会出现正方形 如果说你按住T 它呢就会出现文字 如果说你按住L 它呢就会出现横线 这个呢是非常常用的快捷键 那如果说你想加入一些图片或者影片的话 你可以按住键盘上面的斜杠 这边呢你可以快速去搜索 比如说可以搜索车图片 你就可以看到 这边呢就会展示出 关于车的图片了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查看全部 这边呢找到照片 这边查看 那就能够找到非常多关于车的图片了 下个操作技巧呢就是快速修改图形 那比如说现在呢我加入一个正方形 那假如说我不打算用这个正方形了 我想去用三角形 我呢不必说我把它删除 然后呢再在元素里面去找到三角形 这样呢是非常慢的 我可以直接选择我原本这正方形 然后呢找到边基 这边呢我找到三角形 那你就可以看到呢 我就能够去把刚才的正方形去切换成三角形了 我要变成五角形也是可以的 或者变成箭头都是可以的 我能够快速的在这边去做出形状的切换 下个操作技巧呢就是快速的去修改线条的样式 那这边呢我准备了一条直线 它是实线的 那如果说我这样变成虚线的话呢 我可以选择这个线条样式 这边呢会有不同的线条样式 你可以看到 这是这一种样式 这个虚线长度呢它是更短的 然后呢这是接近点状式的了 这个呢是正方形的点 如果说要圆角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当我打开这个圆角端点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圆形的了 也可以呢调整这个线条出细 它就变粗了 而且呢还可以修改这个线条的起点和终点 首先修改一下线条的起点 比如说变成一个这样的箭头起点 然后呢它的终点呢也可以去变成这样子的 你就能去打造出一个不一样形式的线条了 下一个操作技巧呢 就是找到最佳的颜色搭配运用 如果说我们要设计出一个好看的设计作品 对于颜色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说你是新手 你对颜色使用呢不是特别敏感 那你可以在CAMMA里面快速找到最适合的颜色搭配 那比如说这边我做了一个设计的作品 假如我想尝试其他的颜色搭配 我可以选择设计 然后呢找到这个样式 这边你可以看到调色盘 我可以选择这个彩看全部 这边呢就会有非常多颜色搭配 我可以选择 那假如说我可以选择这个颜色搭配 你就可以看到CAMMA呢就快速的去把整个设计 它的颜色搭配呢就变成了刚才我选择的样式了 或者我选了这个样式 那CAMMA呢就快速的帮助我切换了 所以呢这样呢你就能够去快速的知道 到底哪种颜色搭配是适合你这个设计的风格的 下个操作技巧呢就是关于加入品牌logo的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有时候需要加入一些品牌的logo 那通常来说呢大家会选择在元素里面去寻找 比如说我搜索YouTube的logo 那就会发现呢这里面的YouTube logo呢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呢这边我推荐大家一个另外的方式 你可以来到应用程式 然后搜索Burn Fetch 找到这个Burn Fetch logo 然后选择它 这边呢你就能够去搜索不同品牌它的logo了 比如说搜索YouTube 你就会看到呢不同形式的YouTube logo都会展在这边 你选择它你就能快速的加入YouTube logo了 所以这个应用程式呢能够去非常方便的去帮助你找到 不同品牌它的不同形式的logo 下个操作技巧呢就是你可以使用样张 你可以来到应用程式这边 然后往下滑 这边热门的应用程式你找到样张 样张呢就是能够让你去把你的设计展示到一个真实的场景里面 比如说我可以使用电脑 我去使用这个场景 在电脑上面的荧幕呢是能够去展示出我的设计 或者是我想展示出的图片的 比如说在这边我有一张我频道首页的图片 我可以直接把它拖路 现在你可以看到呢在电脑上面呢就展示出我频道的首页了 这样呢就会有更加真实的感觉 那我是可以调整这张图片的 我可以选边机 我可以调整它的位置 然后呢选择套用变更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我刚才图片就调整位置了 不仅如此你还可以使用影片的样张 我可以选择这查看全部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影片样张 还是一样选择导入我的频道首页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就导入了我频道首页了 可以来播放一下 这样看起来呢就像是这个人在展示我的频道一样 非常真实 下一个CAMERA的使用技巧呢 就是我们能够去做出文字交错的效果 那这边呢我准备两个字母 我可以首先把这字母呢去更改一个颜色 然后呢把它进交错 大概呢是这样的形式 然后我选择复制这一页 在复制的这个页面呢 我选择把这个D去删除掉 然后选择右上角分享 选择下载 选择PNG的格式 选择透明背景 只导出这一页 选择完成 然后下载 那现在我导入了刚才下载的透明背景的C了 我可以把它变成同样的大小 把两个C呢进行重叠 然后呢调整位置 把这个C呢放到最上面 接着呢我就可以进行裁剪了 从上往下 裁剪到中间 你就一看到呢 就打造出了一个文字香蕉的效果了 下一个CAMERA的使用技巧呢 就是能够去快速改变照片的颜色 那比如说呢 我有张照片 那比如说呢 我不想要让这个人呢 穿着蓝色的衣服 我可以选择这个照片 然后选择蓝色 我可以更改成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绿色 你就可以看到呢 它的衣服呢就变成绿色了 接下来这个技巧呢 非常的重要 也非常强大 就是CAMERA最新推出了Visual Suite 这个功能能够让你在一个文档里面 就包含不同形式的内容 比如说这个文档 我起初创建的是 用于YouTube缩图的设计的 那如果说我同时想要去对这个影片呢 做出Instagram Reels 我可以直接在底下选择新增页面类型 然后呢选择社群媒体 这边呢选择Instagram Reels 我就能够在这个文档里面 同时创建一个Instagram Reels 那如果说想做出Instagram贴文 我还是能够选择这个箭头 然后选择社群媒体 这边呢选择Instagram贴文 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在同一个主题的文档里面 做出不同形式的设计了 这个呢真的是一个强大的功能 我们就不需要去为特定的内容形式 创建出不同设计了 可以在同一个设计里面创建出不同的形式 如果你还没看法账户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 并且解锁Copro的30天免费使用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看法教程 你可以连着播放列表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想让这部影片订阅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追踪我IG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